暂停一下动作 一样保持表格是被选到的状态 那么我们到版面配置点进来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对齐方式 请你选正中央这个 代表你的格子里面的资料 通通要放在正中央 格子的正中央 它就自中了 不是表格的自中 是里面的东西 它会放在格子的正中央 最后你回到设计这边点进来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样式 各位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哪一种样式 你可以自己决定没关系 OK 其实到这里 我们的表格其实就往底是OK了 剩下我们的框线 那框线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框线 希望各位外面的外框线要粗一点 里面的框线是细时线 比较特别的是 第一列的下面是双线 第一栏的右边也是双线 有没有 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表格 那待会我们再做最后的处理 各位我先坐到这边等各位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借我这个机会就顺便的认识一下 我们如果握的表格要漂亮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把它做成我们要的样子 你可以把资料先把它自中 找到那个自中的位置之后 你到设计里面那个样式 你找个你喜欢的 你找个你喜欢的 那那个框线啊 外框线跟内框线 会座的同学直接坐一坐 不用等我了 谢谢大家 好 可以 那我们把剩下的框线做完 我们让各位休息一下 来 那请各位暂停一下工作 好 首先你可以针对于 外框线内框线先做 至于比较特别那个双线 那个放后面在处理 你可以先把整个表格先选到 好 然后你到我们的设计的标签点进来 首先呢 你可以先做内框线 你到右边会看那个框线的一个面板 这边的话你可以不要动它 这边都不要动它 因为它已经本正就是我们要的样式跟粗度了 你只要到框线点进来 把内所有框线点下去就好 没关系 或内框线点下去也可以 点内框线 好 接着还没完哦 内框线点完了就点外框线 外框线的话呢 它基本上要变粗一点 实现没有错 但是要很粗 我们选3PT 明显的有区分出来就好 先选粗度 再到框线选外框线 点下去 OK 内外都有了 好 然后针对第一列的部分你把它选起来 怎么选 滑鼠放在第一格按住拉过来 或者是滑鼠放在第一列的外面 这边变白色的箭头点它也可以 好 然后呢 这时候麻烦各位过来这边选双线 双线哦 双线 好 双线就可以了 粗度的话呢就不用改它 关键在这里 框线点进来选哪一个 下 因为与那一列来讲它是它的下面 在下面就做下框线 好了 接下来再把这一栏选起来 这次改成什么 对 右框线 改成右 OK 这一题我们就完成了 到这里各位就可以存档了 来 交流各位 所以把内跟外都先做起来之后 再特别去处理那两条就可以了 好 那么做好了 我们就休息一下了 我们休息10分钟 现在我们对一下表 现在7点35分 我们7点45分进来 好 那各位记得要存档起来 做完 做完